我觉得我自己好没用 你知道有很多外科名医 有一手的好医术 但是从来不给自己的亲人开刀吗 关己则乱 因为是亲人 很容易因为感情 就判断失误 对 做医生 就必须客观 理性 人生啊 不过就是生老病死 那你说说 有哪个阶段是我们可以避免的呢 医院是个很特别的地方 生老病死都在这里发生 新的生命在这里诞生 老了到这儿保养 病了来这儿治疗 当然 死亡也不可避免地在这里发生 医生的心情 是随着病患起伏 有欢喜 有被动 这都是在自然不过的事情 第一次失去病患 难免有挫折感 但是路还很长呢 只要你还是医生 就还会再面对到这种情况 一个医生 在医院里面见到过的生死 比平常人这一辈子都经历得多 如果连你自己都不能客观 怎么去帮助病患 那会哭完来找我 泡沫好茶 给你补补水分 那我想喝 你珍藏的那块铺啊 带着机会了 要这样处理就没有问题了 老副医师出手就是不一样 每一次我需要曹霸的时候 他都在我身边 这一次换他需要我了 我又在哪里呢